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受到了大鹏的感激之情。 在今天的电影热烈首映里上,有位观众向导演大鹏提出了一个问题,询问为什么选择王一博来扮演这个角色,是否因为他与导演有某些共同之处。 接着,许多观众跟着起哄,称赞两人都很帅。 导演大鹏感到有些尴尬的笑了笑,并表示非常感激黄博和王一博能够选择自己加入这部电影,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,这部电影可能就无法存在了。 提起王一博,从今年开始他主演的《无名》、《长空之王》、再到近期上映的《热烈》等一系列电影的连续推出,不难察觉他在电影界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快。 此外,通过观察演员阵容,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,即选择一位影帝级演员与他合作,如梁朝伟、胡军以及黄博。 这种找大咖陪衬的惯例在娱乐圈中是常见的对新人捧场的方式。 至于能否在电影界取得重要突破,这就取决于王一博自身的机缘了。 当我们期待电影热烈时,究竟在期待什么? 2023年大年初一,无名如约而至。 这本是一部各方面都堪称优秀的电影,叙事错综复杂。 镜头工整唯美,氛围严肃凝重,人物神秘难测,加之深刻的人性挖掘和生活感悟,影片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无名导演成儿和主演。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,所谓的口碑两极,为电影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无名一经上映,好评如潮,专业影评人更是不吝赞美之词,但随之大量恶评涌现,顶流王一博首当其冲。 王一博明显表现可圈可点,却成为一些人眼中的一无是处。 一时间,王一博被推向了负面舆论的中心。 但正是在喧嚣嘴杂的环境下,大鹏指导,黄博,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热烈不惧压力,直面质疑,发布燃一下等主题海报,定档7月28日,目标明确,希望燃炸暑期。 尽管还不知道电影具体如何呈现,也无法得知剧情细节,但通过后续发布的预告片不难发现,热烈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,重点围绕舞蹈展开。 不得不说,无名虽有争议,热烈仍值得期待。 在国外,舞蹈相关影视作品是很成熟的一个类型,有不少佳作,如《出水芙蓉》、《雨中驱》、《黑天鹅》、《跳出我天地》、《舞出我人生》系列、《热舞甜心》、《武力对决》等。 国内这块却基本空白,印象最深的还是台湾电视剧《紫禁之巅》那个魔性的斗舞场面,你们不要再打了。 特地查了一下,发现也有几部电影,可惜《金舞门》一、二斗瓣4.8、4.7、《舞出我人生之舞所》不能斗瓣4.5,可以说等于没有,或者说不如没有。 热烈的出现,有望填补这一空白,甚至说有望彻底打开中国舞蹈类电影市场。 如果热烈获得成功,将会给更多电影人信心和动力,制作更多同类型的影视剧作品。 当然,电影本身对街舞这项运动也是很好的一次推广。 那么,热烈能成功吗?可能性很大。 3月下旬,新浪微博举办微博之夜,大鹏和王一博同获年度突破电影人荣誉。 这个奖或许影响力不如专业的电影奖,但足可以说明二人近一年来在电影方面的成就。 大鹏能演能倒,王一博开始在电影界展露头角。 大鹏最近几年演儿优则倒,才华逐渐显露,缝任机乐队,吉祥如意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。 3月中旬上映的《保你平安》更是口碑,票房双丰收,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。 大鹏只要能保持水准,正常发挥,热烈应该问题不大。 可能有些人仍对王一博抱有质疑,这点可以理解,毕竟王一博在电影圈还算新人,在演艺履历上还不够厚实。 不过,出演热烈,王一博反而可能有不小的优势。 一方面,热烈主角陈硕是一个街舞少年,在这层面可以说是王一博的主场。 在综艺《这就是街舞》中,王一博已经通过街舞征服了很多观众,街舞实力有目共睹。 谈及与王一博合作热烈,大鹏就曾表示,问了国内最顶尖的街舞从业人员, 如果有一个演员来演一个霹雳舞男生,他们给了同一个名字,就是王一博,他们都觉得他身上的气息,他的过往经历,都十分适合。 换句话说,王一博有深厚的舞蹈基础来出演热烈。 保你平安宣传期间,大鹏也在采访中表示,之所以选择王一博,主要适合是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适合。 热烈他是讲述一个少年街舞追梦的一个故事,我觉得王一博是非常适合的,这就是选择的标准。 另一方面,表演上或许对王一博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。 这两年王一博完成的电影有四部,分别是《我的朋友》、《无名》、《长空之王》和《热烈》。 这四部电影类型完全不同,角色差异很大,完全塑造好,对一个成熟的演员来说都非一世,更何况是资历尚浅的王一博。 好在,王一博在《我的朋友》、《无名》、《长空之王》中表现上家。 6月中旬,王一博更是凭借《无名》、《长空之王》获得了CCTV-6电影频道颁发的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奖,得到更多导演和不少专业人士好评,以及大众广泛关注。 而如果热烈的表现能够得到进一步认可,王一博的电影事业则会更上一层楼。 从早前大鹏透露的消息看,热烈期待值进一步拉满。 大鹏表示,电影热烈会很好,因为它有很强烈的明星阵容,很有号召力。 它是另外一种观感,热烈是怎么可以这样,啊,还可以这样,我不可以继续做下去了,我要站起来鼓掌,它是一种燃,它是一种爆发,它是属于那个夏天的一把火。 而从最近的首映和部分提前观影反馈来看,正如大鹏所说,热烈偏如其名,是一部情绪非常饱满的燃片,很多观众都表示,十分炸裂,特别震撼,深受感动。 值得一提的是,大鹏与王一博今年都有三部电影。 大鹏有,与王一博共同出演的《无名》,自己导演,王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,自导自演的《保你平安》,王一博除《无名》,热烈外,还有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。 这个2023对他们来说注定不凡,如果最终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和口碑,那么年度突破电影人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